如果行政界不承諾不開放瘦肉精的使用 台聯一定肅死捍衛國人的健康 杯葛陳聰的施政報告 君威在這裡要強調 台聯不是反美 只是反對傷害國人的健康 因此在美國牛肉的進口台灣並不反對 但是因為美國是狂牛症的疫區 所以因此反對美國牛的骨髓跟內臟等部位進口 馬英九竟然為了讓美國帶瘦肉精的牛肉進口 而全面的開放瘦肉精的使用 君威感到非常的不可思議 過去台灣禁用瘦肉精一定有理由的嘛 那麼現在這些理由都消失了嘛 農委會是這樣為了國民的健康是這樣把關了嘛 馬英九就是在選前承諾美國 以換取美國在選前的支持 選後率只要兌現這個承諾 這個按盤的交易就變成明目張膽的這個交易 所以為了捍衛國人的健康 不讓瘦肉精啊 以後充斥台灣的肉品 如果陳聰不承諾 絕不開放瘦肉精以及美國牛雜等進口的話 台聯立委明天一定會憋個施政報告到底